致力提倡培养太鲁阁织布记忆人才的秀林香 由香公所开办110年工艺培训 传统地上行织布课程 传统北网课程 筑马原生种计划以及一支独秀织布竞赛 直日期在花莲市松原别馆展出 期盼展现部落美学时尚 将珍贵的传统记忆传承下去 暂期到1月23号 欢迎民众前往欣赏 由秀林香公所开办的110年工艺培训传统地上行织布课程 传统碑网课程 筑马原生种计划 在去年陆续开课 邀请在地传统手工艺讲师来授课指导 包含南区北区许多部落学员都前来上课学习 日前在花莲市松原别馆开展 展出南区北区学员的上课成果作品 多款的编织是使用在于男性在区域狩猎的 背负的一个知见 知具 它有一些的工具 有一些的手法叫勾织 有一些的这样的知法当中需要一些学习 那在南区的课程里面教授了大概有六周的时间 部分来学习的大多都是妇女 女性积多 那男性就比较少 可是在这个编织里面 当然我自己很希望就是男性要多学习 就是这样的一个兜杆的这样的编织 因为这个是属于男性在编的 那在传统的社会里面来说是这样子 那这样的一个编织过程 为什么要居多是男性 因为它需要一些的力道 那这样的力道它主要是背负 所以一支山猪都可以背负这个兜杆 这个网袋 也就是在秀林社区发展协会这三年里面 我们得到了七十二图 它整个的图织的文版制作 那个时候也谢谢前乡长 写书云乡长 然后那时候现任的乡长是 那时候是当时的文光课的课长 那有他们两位一直协助我们把这图织复赠 那成员里面就是来自于部落的长者 那也有年轻人 那希望就是透过这样子让他们了解 足存这个图织意涵的重要性 那也很感谢后来课长容身到我们的乡长 就是现任的修理厢乡长 那他还是把这计划援系下来 所以在他现任的第一个业 就把这个之前的再援系出来 希望学员们继续把这图织做起来 那我们从第一年的五大图织 到第二年的再增加五个图织 到今年又增加五个图织 总共十五个图织 那我们现在也很高兴 我们的第一个图织已经迈入了最后的审核 那只要这审核通过的话 那我们他如果就有权力 也有这个义务去保护我们祖先 所传递下来的这个图织 也让外面能够正式的尊重 族群的存在性 不要再去剽窃 甚至于剥夺了我们该有的工作机会 讲师刘志祥连美惠都鼓励男女老少一起来学习 认识传统文化和尊重部落图样 另外展场还展出去年太鲁阁族文创园区 一支独秀织布竞赛的作品 110年度秀林山公所工艺课程培训成果展 即一期展出至1月23日 欢迎民众前往松原别馆参观同时 也可前往二楼大展间 认识部落传统与当代潮流的工艺技术 所交互激荡的火花 接着在帮演化临时报导